昨天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 得出了一个结论 如果要在美国搬去一个城市 最好的城市 到时候给你揭晓 我是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呢 首先我看它这个地方的人口 红利 然后呢不光是看人口 我会单独分出来 20到40岁之间的人口 占多少比例 因为35岁左右的人口 是购房的主力金 那从20岁到35岁 这些人接下来10年 也会陆续购房 如果这城市 这个年龄段的人特别多 那这个城市的房地产会非常强劲 反之则不会 需求则会很少 这个城市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它是两个大城市在一起 一共总共人口是700万 然后20到40岁之间的人口是220万 然后租设比很好 房子30万可以买到 租金是1000到1500 一个卧室 工作增长6.8 空房率8.7% 有55000个华人 你猜这是哪个城市了吗 留言告诉我 小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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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书书 小红书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